为了预防终结事故重演 高雄跟台南市府重拾机查新复发工地 高雄11处工地发现了重大违规 重罚70万元 台南市同时也查到违规将限期改善 否则也要开罚 台南市公务局人员机查新复发两处工地 发现阴架跟外墙之间间距太远 也没有防护措施 对工人作业有危险 合计开罚46万 要求现场立刻停工 而高雄市府稽查11处新复发建安工地 有三件重大违规先勒令停工 7处工地没有落实安全防护 也直接开罚70万元 直到改善才能复工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